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哇 現在這麼時勢 開完工 找酒精洗手系常識 但沒有手就怎麼擠酒精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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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究竟怎麼辦 提一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 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亦都歡迎大家按讚 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我總是不相信小小的問題 會難倒我們的Maker 我們學學了這麼多 Augenio的自動裝置用來做什麼 目的就是想生活變得更好 要解決問題 就等我們先來集齊零件 要有動力 陀機就不少得 而陀機還有一些配件和螺絲 而這個就是紅外線感應器 透過發射和接收紅外線 檢測有沒有接近的物件 而最不少得的就是 當然是我們用開的NUDE MCU 雖然今次就不需要上Wi-Fi 但是當它一片小型的 Augenio用都非常之方便 接線方面 紅外線感應器 都是有一個資料線 一個地線 和一個VCC 我選擇把這三條線 插到NUDE MCU D2的插口 線插好之後就是編程 編程的時候 在編程方面 我們要加入了SERVAL的Library 將陀機的名稱設為SERVAL 以及初始化PRE IR Status 和IR Status 兩個變數 之後將D2的P Mode 設為Input 而將D0 即是內置LED 設為Output 至於SERVAL 就要attach去D4 以及將它的位置設為0 而主於程式方面 我們先將D2的數值 讀入IR Status 而當IR Status是0 而PIR Status是1 就表示現在的手放了過去 但之前是沒有放過去 那就要將D0 LED點著 以及將SERVAL 擺動到65度 三次 但是假如手沒有放過來 或者之前一直放在這裡 沒有離開過的話 那就不要再擠走精 只是將D0 Z做High 即是關掉LED 而最後這句 就是將IR Status 放入PIR Status 讓PIR Status 記住 之前的手 究竟有沒有放過來 因為如果之前的手已經在這裡 現在又沒有離開過的話 那就不應該再擺動SERVAL 程式寫好之後 就好像以往一樣 用USB Cable 將電腦和Note TimeCU連起 接著 上載Program 之後可以用手 蓋著紅外線感應器 來試試SERVAL 但長按應該不動 就以這瓶酒精搓手型來計 由於它是啫喱狀 比較稠 所以要按壓出來 都蠻廢力的 我相信一般的三瓶至五瓶托機 就不夠力按下它 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退而休息 選擇使用液態的酒精 要裝到和擠到液態的酒精 我們就先嘗試去嘉品店找一下 既然已經想好用液態的酒精 我相信在嘉品店買回來的噴水壺 都可以派用場 一般的噴水壺 用力都不太大 就可以摺出來 噴出來是噴霧形態 至於這個來說 就比較緊些 要很大力才可以摺出來 但是它的嘴可以調校 兩者來說應該這個容易做些 但我就想向難度挑戰 由於我想將駝機安裝在噴水壺上面 就用駝機來拉動板手 所以無論噴水壺和駝機的尺寸 不要漏了紅外線感應器 都要量度得很清楚 之後就在CAD用這些尺寸來設計配件 之前教CAD的時候 有很多朋友都說想學Fusion360 所以這次卡洛斯 都特別轉了用Fusion360來設計 之後也是外出出Q 然後打印它出來 第一次設計完成的配件就是這樣 安裝好之後大家不要笑 因為通常第一次多數失敗 在這裡已經看到駝機 和紅外線感應器 都已經安裝在配件上 而配件也安裝在噴水壺上面 至於板手又怎樣連到駝機 我們就試試轉個小孔 然後用鐵線把駝機 和板手連結起來 鐵線我就拔得夠行 但在試驗的時候 就動都不動 這樣 似乎就是駝機不是太夠力了 我想 當然啦 又不一定賴駝機 可能是噴水壺有問題 所以我就拆開噴水壺 拔出了活塞之後 你就可以撩出彈弓 你試試按一下彈弓 嘩 硬到這樣 難怪不知駝機拉不動 要換一條遠一點的彈弓 你都要懂路 我們做開機械幾十年 就懂得來到廣東道這裡找 雖然很久沒有買了 但都懂路找得回 剛剛好 一切下去就行了 剛剛好 那邊的一切 但會短 不准 不准 不同粗幼的 我買了四條 總有一款是對的 而同一時間 我又將配件的設計 再改良了 在不斷修改之下 你見到現在我去 減掉這個版本 已經是V4了 自然我們會將這個新的設計 再打印出來 大家又不妨動一下眼力 究竟這個最新的設計 和之前的設計 有什麼主要的分別呢? 沒錯 聰明的你一定看到 就是那個駝機 由噴水戶口面移到前面 而感應器 就避了在駝機的另一邊 而這個位置 應該方便到駝機 更容易會拔到板手 好了 準備Take-Two試驗第二次 彈弓換了 駝機位置變了 很明顯 這次駝機 就夠力 擠到水出來 還擠到很軟 嘗試扭走噴水嘴 看看會怎樣 這樣又不行 這樣又滴下來 還有就是 我一直死心不惜 就想嘗試搓手液 究竟是否擠到出來 於是試完擠水 我就換了一瓶搓手液 去試一下 那就發覺 無論有嘴沒有嘴 都是一滴滴的出來 搓手液是啫喱狀的 由於密度太高 應該都不可以用這個方法擠出來 於是乎我又換了液泰酒精來試一下 嘩 折到那麼軟 酒精很貴 這樣浪費了酒精 真是很折磨 不要的噴頭 一樣不太行 我覺得一定要加一條微微向下的管 於是乎我又想到在噴嘴上下一些功夫 首先轉大噴嘴的洞 然後將一條魚缸泵水用的管 就用熱溶膠和噴嘴搏 既然用開熱溶膠 就順便將Nukle M.C.U. 都貼在噴水壺上面 至於雜亂無章的電線 用索帶扎起它 就已經是常識了 好了 製成品的最後試驗 似乎加出來醬 讓酒精正常滴出來 整件事叫做成功 雖然只不過是一個這麼簡單的自動酒精洗手器 但是卡路斯在幾天的時間裏 做一次示範給大家看 整個設計的循環 究竟過程是怎樣的 由出現需求 以至於想到解決問題的方案 到資料收集 即是找尋不同的材料 包括這個水泵 Nuke M.C.U. 陀基 和外線感應器等等 再次都有製作意念 以至於不斷在這個意念裏面打滾打滾 又要改彈弓 又要改這個Mounting的設計 都差不多完成了 你還會把酒精出來 是不合你的心意的 於是還要做了一條這樣的大象臂 但無論怎樣 幾天之內 我都叫做有第一個產品出現 但我不排除這個產品會繼續改良 會變成Version 2、Version 3 而這個只是設計循環的精耀所在 希望今天的影片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想卡路斯 再介紹多些設計演練給大家 記得留心我以後發放的影片 臨走前麻煩你加個Like和評語 再見